哈利路亚,把荣耀掌声献给神 我们做祝福的宣言,愿你平安 你是救活世界的宣教士 为万民树里大祈祷 无法测量的神的爱 永远不改变的神的爱 今天也愿在我们所有圣徒上面 能够去享受,愿这礼拜成为这样的礼拜 我们用主的名祝愿各位 今天我们是秋收感恩节 又是圣餐仪式礼 特别是对于这一年 神引导了我们 又祝福我们要献成这样的感恩 不仅是如此 事实上我们一生 改变这一生的感恩 也就是愿通过今天的礼拜 能够恢复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 新成这样的礼拜 我们能够去感恩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 首先呢 精神性的方面说它是很健康的 再次跟大家说明就是说能够对于某一个人的感恩 或者是去能够领悟这一部分 而且我们能没有办法去感谢的话 那就说明精神某一方面是一个倒塌的状态 不是简单的去感恩 而是说对这个人的话 有很多的伤痕 因着时间的流失 他们就会变成愤怒 会变成各样的忧虑 也会变成担心 就没有办法不过这样的生活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 特别是在现场看到这些人的时候 跟他见面的时候 就是时间过了已经很久 但他们还是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面 真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无法去感恩的部分 给的祝福已经非常大了 但是却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祝福 所以就是总为之前受到的伤痕 受到这样让我们心里不舒服的事情 然后结果他的属灵就变得很困难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 属灵问题的人 他们有什么特征是什么 他们没有感恩 精神上总是倒塌的这个人的特征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感恩 那么相反的 我们真正的能够去感恩的时候 这个就是说我们能够与神相通的意思 凶弱的撒旦 总是让我们的一切带来问题 但是我们的神依着圣灵做工 这所有的问题里面却会有应允 有祝福 我们可能发现这一点 对于这样的人 神不仅赐给他应允 会兴起非常大的神迹 我们看诗篇 五十篇 二十三篇有这样的话语说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 那按正路而行的 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这里面所说的 因着感谢而献上的祭 就是使神荣耀了 对这样的神 神要赐给他们 神的救恩 真的我们有真正的应允的话 那么有真正的祝福的话 就是因着向着神去献上荣耀 而且又享受神的救恩 难道不是吗 那么这个祝福赐给了谁呢 赐给了以感恩而献上祭的人 以感恩而来到神面前的人 神赐了这样的祝福 那么今天是我们秋收感恩节 通过这个礼拜 愿你们能够恢复真正的感恩 用主的民主愿各位再次拥有 这样祝福的时间 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 负责到底的神 负责到底的神 过去的日子 神允许了我 也引导了我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今天也一样 引导我 祝福我 直到我来到主的那一天为止 神直到最后就会负责到底 祝福我 然后这样的神 对于这一事实 你知道的时候 就会有真正的感恩 真正的赞美 没有办法不出来了 对吧 那么首先第一点 直到最后都负责的神 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呢 他赐给我们 就像今天感恩节一样 要赐给我们的 在旧月当中 神向着他拣选的百姓 有了三个 对于他们一年当中 要做三个节期 以在神面前 能够去献感恩的 这样的三个节期 这就是生命禁 十六章的内容 还有出埃及戒三十四章的内容 还有旧约 每一个部分都 最重要的讲的就是 这样的话语 三个节期的话语 这第一个节期是什么呢 就是逾越节 逾越节说的都是 什么样的意思 为了纪念什么呢 你知道吗 以色列百姓四百年 在埃及做奴隶生活 在这里面 没有办法从埃及脱离出来 但是从这里面 完全得了释放 以此而来的节日 叫逾越节 那么再次说明的话 这也叫除孝节 再次跟大家说明 任何一个能力 行起来 也没有办法 从埃及里面脱离出来 但是出埃及记 三章十八节 因着献牺牲记的 摸写的那一日 从埃及的奴隶当中 得到了释放 所以绝对不要忘记 要去纪念 那么有的节日 就是以色列百姓 要守住的月节 那么第二个节日 是收割节 对于以色列百姓 他们在旷野的时候 从埃及出来 在旷野过生活的时候 实际上 他们以为自己快要死 但是却没有这样 就是五十日 就守了 逾越节五十日之后 给他们 有了 收割麦子的节日 因此献恩在神仙面前 做的节日 就是收割节 所以也 因为是五十日 那么就是七周之后的五十日 所以也叫 约节七周之后过的节日 所以叫五旬节 那也就叫收割节 就是七七节 这七七节再次说明的话 就是七周以后 因着这安息日之后 所守的这个节日 就是收割节 所以也叫七七节 也叫五旬节 这五旬节 说的是因着神下的神所拣选的百姓 引导他们 保护他们 是这样的事实 对于这一事实的感恩所做的节日 就叫做收割节 现在我们在韩国教会 韩国大教会的基督教里面 也是对于这个 也有这样含着这个含义 做的这个节日 就是半年 神向着我们做了守护 我们就要做感恩 那么又将要想 受神 仰望神要生下的这半年的保护 为了在神面前献上感恩的时候 我们就以收割节 所以在七月份的第一周的时候 我们做这个收割节 献恩礼拜 六个月 因着神的引导 我们去感谢神 那么还有剩下的这半年 我们也是仰望神要赐下的祝福 所要见上的这个收割节 大部分就是这样的守这个节日 那么还有一个呢 以色列百姓 因着这收割节 因着神的引导不仅如此 结果在这个旷野当中 他们有了收割古物 所以最后又存到仓库的时候 他们最后上神所献上的这个礼拜 这就是收藏节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秋收感恩节 这一年当中 神向着我们所有的生活 有了祝福 不仅如此我们要向着感恩 而且向神做的这个礼拜 这就是秋收感恩周日礼拜 事实上 在生命纪十六章十五章 十六章十五节的话语说什么 这一 我们不仅是向着我们人生过去 寻所的祝福 而是说 神将来要会给的祝福 我们向此去仰望 感谢 而想望未来的时候 我们想献上的这个感恩的礼拜 就是秋收感恩节 但是 我们好好看一下这些节日的时候 不是说单纯的节日 因为以为是单纯的一个节日 所以这一系列的百姓 就是只是守着这个节期 以这个意识 然后现在他们也还守着这个节期 所以他们 如果要祝鹏节的时候 他们也就建这个账目 然后 啊我 现在我们 以色列百姓 在这个很辛苦的时候 旷野的时候 也给我们引导啊 所以他们就建着这个账目 然后就 守这个节日 只是意识上的去守这个节日 然后看欧洲 看美国 他们对于这些节期 因为不知道这个节期重要的意义 所以只是他们的一个庆典活动而已 那么对于愉悦节 收割节 还有收藏节 整体到底要给我们的什么样的信息呢 神所检守的这个百姓 神完全的保护引导 必定也做工 到底是什么呢 是通过这个节期要告诉我们的 就是愉悦节 五旬节 还有收藏节 但是对于旧约当中 这出来的三个节期 在新约当中 就是使徒行传一章一节 耶稣所告诉我们重要的话语 这个所相连 就是你们非常清楚的话语 就是加略山 是什么样的山呢 是耶稣胜利的现场 这就是加略山 约节 因着耶稣的死亡 我们所有的罪 来儿的诅咒 只要相信的人 他虽然能够活过来 但是就像 他们的命运 生成八字 这地域的背景里面 完全得到结束 这就是基督 就是使徒行传一章一节 所说的基督 就是加略山的应许 那么看使徒行传一章三节 在橄榄山里面 有应许 这橄榄山的应许 是在旧约当中 所说的收藏节 这是什么意思呢 得救的 神的百姓的背景 就是神的国 天国就是背景 宝座就是背景 这就是使徒行传一章三节 橄榄山的应许 这天国的背景 拥有的人 对他们这样的人 神在过人生 世上人生的时候 能够去 成就神所 命令的神国的事 这神国的命令是什么呢 就是传道于仙教 事实上 对于收藏节而言的话 就使徒行传一章三节 所说的橄榄山的应许 对于这一部分的讲述 我们的背景 我们就是宝座的背景 在这世上过人生的时候 我们要 享受 要成就神的国 去过人生 就是这样的是话语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这马可龙的应许 这马可龙的应许 就是五旬节 圣灵充满的应许 得救的神的百姓 拿着神国的背景 为了神国的事情 而去行进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力量不行 所以神给了我们约定 这是什么呢 就是唯独圣灵 所以得救的人 他们里面有圣灵 与他同在 所以不仅是圣灵与他同在 因为这个圣灵与他同在 与我们保护 引导我们的时候 在做工 这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唯独圣灵 在初代教会最初开始的部分 事实上 使徒行传一章一节 基督使徒行传一大三节 神的国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唯独圣灵 在旧约 就是旧约节 五旬节 收桑节 相眠 那么 基督 神的国 唯独圣灵 又说的是什么呢 是我和各位 在这世上过人生的时候 从永世之前直到永远的神给我们的答案 永世之前直到永远所给的答案 我们所有的问题所解决的就是基督 因为这个基督在我们里面有圣灵做工 圣灵想着祝福的时候 那么在这天国的背景里面 我们直到成就神国的这个祝福里面 神会引导我们 给了我们这样的应许 那么 这应许 直到最后 直到在你那一族 直到负责到底 不管是我们的神 就是向着我们要显现这一部分 今天看本文 我们的人生 说直到最后也会负责 是什么样的神呢 是什么样的神呢 是哪一位呢 也得通过本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看一下本文 基督在家书46章3节说 雅各阿异斯利家一切余圣的 你要听我言 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 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 四节说 直到你们年老 我人这样 直到你们发白 我人怀揣 我已造作也必宝宝 我必怀抱也必拯救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面所说的余圣的 这余圣的是谁呢 就是能够领受神恩典怜悯的人 这是谁呢 是知道基督的人 这余圣的是谁呢 就是今天我和各位 我和各位是怎么样被神所保护所引导呢 今天看本文说什么呢 直到你生下 从你出胎的时候就蒙了我怀揣 从出胎的那一日 就被我宝宝 是知道你 年老 我人这样 只要你摆发 我会怎么样啊 我会怀揣你们 我们在母亲 母父里面的时候 神就说 他怀揣了我们 直到我们出生 又到我们 怎么样 他说 宝宝了我们 直到我们 年老 白发 他也会怀揣我们 最后四节部分里面说什么呢 我已造作 也必 宝宝 我必怀抱 也必拯救 哈利路亚 直到永远 直到最后 神 要保护我们 这是神的爱 我们是领受这样爱的人 直到永远 直到最后负责到底的 神 在我们的上面 他的爱在我们上面 直到这一事实 真的直到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不干 没有办法不赞美 愿这一周 你们真的去深度的去默想一下话语 看自己的部分 我必造 我已造作 也必和宝宝 我必怀抱 也必拯救 哈利路亚 神 直到最后就爱我们 真的这 求受感恩节 你们会有很多要感谢的部分 也会有要去赞美的部分 但是 神直到最后 他都 对我们负责 对这 爱 愿你们能够恢复 用主的名祝愿 各位享受这样的礼拜 第二点 直到最后 也负责我们的这个神 他到最后都负责什么呢 神以他永远的话语 去负责我们 我们在这世上永远的除了话语之外 没有别的 神这话语 在我和各位 负责我们这剩余的人 使徒行传 二十章里面有内容 保罗呼叫 以赴索教会的这些人 跟他们说 到最后给他们做了这个告别 讲道 这告别讲道里面 保罗说了什么呢 将来会发生很多的事情 在这个教会里面 当然会有很多事情 让你们也变得很头痛 但是我却把你们交托在神的话语和神的道上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话语 能够让你们建立 在二十章三十二节的话语说 因着这个话语能够树立你们 在三十节最后的部分说 叫你们和一些城市的人同德基业 这话语就能够 您神就神的国 这里面基业说的就是神的国 就是这样的 我们能够永远的就是神赐给的话语 那么我和各位 真的 直到最后能够被神负责到底的 那个得到祝福的生活 能够享受的话 就是什么 不要措施话语的流向 不要措施话语的流向 这话语 给我们救恩 虽然也是这目的 但是不仅如此 在这话语里面还有流向 这流向正确 领悟的时候 事实上 英语就会来到 不措施话语的流向 就会得到英语 这个人就会不知不觉的 在生活当中 总是一个一个的去找到 神给的英语 穿世纪 三章里面 神呼召了亚伯拉罕 跟他说这样的话 说 亚伯拉罕的时候 在十二章说 你要去我所指示的地 没有说去迦南地 确实说 要去我所指示的地 神向着亚伯拉罕 他的脚步 一步一步的会议话语 去引导 给了他这样的约定 约束亚一章 五到九节 有这样的话语 摩西死完之后 约束亚因为害怕 所以神向着约束亚显现 说什么 不要害怕 要刚强壮胆 不仅如此 还跟他说 就像如同与摩西同在一样 我也照样与你同在 然后说 不要去左右摇摆 而且我会让你偏离左右 一定会让你顺利 就是说什么 不要错失话语的流向 不要错失这一点 什么时候引你才会开始呢 在这个时代 赢者 祭司长 没有听到神的话语 所以这个幼小的撒木耳 听到神的话语 在圣殿里面睡的时候 听到神的声音 从那一日之后 撒木耳的话 一句也不落空 我们看到撒木耳上 三章十九节 有这样的话语 记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没有错失神话语的流向的时候 神向着这个撒木耳 行起了神话语的成就 引导了他 就是这样的 我们不错失神话语 要跟随话语 如果不能跟随话语流向的时候 就会跟随三个部分 跟随三个什么部分呢 首先 会跟随自己的中心 总是觉得我要跟随话语 但是最后却跟随了自己的中心 跟随自己的中心 知道这样不行 但是却还是没有办法 不得不跟随 所以不跟随话语流向的时候呢 结果就是跟随自己的想法 结果就是跟随自己的主张 我们看教会里面 拿着神话语流向过才行 但是因为不行 所以就没有办法不拿自己的想法 主张 因为别人也有想法跟主张 那么就会有碰撞 那么在信仰生活当中 纠结人信仰生活当中的人际关系 就会很困难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错失神的话语流向 因为我的想法 我的主张 我们都是拿着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主张 所以在里面有这个争吵 然后就是争吵打架嘛 没有办法不这样矛盾 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没有话语 各位看丹伊里书一章八节 丹伊里跟他三个朋友 他们说立志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他们耍了自己的脾气吗 不是 而是持续的神的话语 在这里面 丹伊里和他的三个朋友 为什么自己的民族会成为俘虏 在这个俘虏当中 他们为什么却又在宫中 他们知道这一理由 所以他们立志 再次说明的 就是他们 没有促失话语的流向 就是看到这里事实 《猎王记》上十九章 以利亚 神向着他显现 在这地震当中 这大狂风中 在这大火当中 神没有显现 在这微小的声音当中 神以神的显现 告诉他神要做的事情 我们总是想要有大的能力 要想着大的奇迹 总是喜欢这一些 但是神却没有在这狂风 没有在这个地震 没有在这个火当中显现 而是在这细微的声音当中 神以他的恩声 告诉神 他的话语是什么 要告诉以利亚 神要做的事情 我们绝对不要错过的部分 如果有的话 那是什么呢 就是不要错过话语的流向 不管任何情况 你如果错失神的话语流向的话 人生的本身就是 你自己的私欲 你自己的主张 你自己的想法过生活 如果错失神的话语的流向的时候 结束在现实当中 就现到现实里面去绝望 去悲伤 然后争吵 结果人生就结束 如果错失话语的话 结果人生就变得是虚空的人生 如果错失话语的流向的时候 那么我不自然然就会 没有办法不去拜偶像 为什么呢 因为你错失了话语 就没有办法不去拜偶像 就这个偶像不是说 做了什么样子才是偶像 而是说你的中心 你自己中心 你的金钱 你的私欲 你的贪恋 除了神之外 所爱的任何一个部分 全部都是偶像 结果错失神的话语的流向的话 就是所有的生活中心 结果就是跟随了偶像 你不自然就跟随 过偶像的生活 但是我们看今天的本文内容 却说什么 一节二节都有这样 六节七节都有这样的部分 说这都是虚空的 我们看一下七节 偶像是多么虚空的 四十六章七节 六节里面说说 他们做了这些各样各样的部分 这种方法做 然后七节的时候 这样的部分说 他们将神向台起 扛在肩上 安置在定处 他就站立 不离本位 说什么呢 你们抬起来 扛在那里 放在哪里 他就只能站在那个地方 而且他能动吗 他有能力自己行动吗 不是的 但是却在那里面去拜 然后神就是这样 这就是偶像 为什么没有办法不去拜偶像 因为错失了话语的流向 我们自然 自己不知不觉 所有的一切就成为了偶像 来攻击我们 所以各位 我们真的最重要的部分 如果有的话 那就是不要错失话语 话语能够让我们建立 坚固 所以那么就不要错失话语的流向 那么在这个话语流向里面 就有福音的流向 会有福音的流向 这福音的流向 如果持定的时候 你们各位 所有的一切 就甚至于你们失误的那一部分 也会成为祝福过来 如果你们不错过福音的流向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真的会有很多无法理解的事情 有很多这样的人都也被记录 但是为什么他们 给受神的祝福了 因为他们没有错失福音的流向 再次跟大家说明 就是说你们 甚至于事物的部分 也会变成英语过来 只要你不错过福音的流向的时候 特别是今天 我们所给的这个 原始的福音是什么 女人的后裔 避婚伤舌头 这是最初给我们的 神像的所 给的百姓 给的话语就是什么 女人的后裔 闭上舌头 双十一三章 十五节 这因着这约定的话语 双十一三章 六章 十一章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 这就是福音 事实上 所有事上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 人结果以自己忠心过生活 然后以事实上物质忠心 以忠心过生活 以自己忠心过生活 所以没有办法 就被不被撒旦所持定 所辖制 所以为了错误的成功 而去挣扎 这就是世上的自己 难道不是吗 以自己忠心过生活 结果就被这个凶恶的撒旦所辖制 然后因着被辖制 所以就是为了错误的成功 而去挣扎 这就是世界 现在的世界就是这样 以自己忠心过生活的时候 为什么以自己忠心呢 因为认为没有神 最大的罪的 这个犯罪是什么罪 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们里面没有神 这是最大的犯罪 在过生活当中 我们总是说这样那样 会犯各样的罪 但是这个不是重要的罪 最大的罪就是 我们里面没有神 这个是原罪 这是最大的罪 以忠心 以自己为忠心 就是没有办法是神了 因为没有神存在 所以没有办法 不以自己为忠心 那么自然的不知不觉 就会被撒旦所辖制 首先撒旦会给你力量 就是这样的呀 这些做巫术的人 他们首先 他们要领受撒旦这个力量 然后当然最后也会败王 被撒旦所折磨之后 撒旦持着这个宋术的人 玩着他们之后 然后让他们失败 这个偶像就持 挟制了他 绝会怎么样 当然就没有办法不倒他的 会去见这样的巴比他 这就是人事的问题 这人事的问题 唯一的答案就是 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唯一读基督的意思 所以圣经的整体就是 出来的三章十八节 七章 以赛亚七章十四节 八大福音十六章十六节 这完全中世时机 这福音消失的时候 通过路德持定的 罗马福音一章十六十七节 做持人的话语 唯一读一人音信得救 所以使徒行传里面的 一章一三八 给了这样的话语 我们看话语的这个属于基的流向 就是这样 这里面有福音的流向 这福音的流向 持定的时候 你们各位 所有的一切都会 互相效力 成就神的善 就会得到这样的英语 因着你持定着福音的流向的时候 那么时候就不是你自己 而是在你所有的脚步当中 会兴起神话语的成就 真的很奇怪 话语会成就 你没有能力也没有关系 但是只要在这福音流向里面的时候 神会通过你所有的脚步 就会成就话语 看今天的话语 本文十一节 我招质鸟从东方来 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 从远方来 这里面说 从远方来的人 成就神的筹算是谁呢 就是居鲁士王被树立 就说的居鲁士王 然后又说什么呢 我已说出 也必成就 我已谋定 也必做成 哈雷路亚 我所说的 所以我必去成就 因为我是谋定的 所以我必会成 是必定终究 必定做成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们不要错识 福音的流向的时候 你知道人生最后 神会坚立的坚立里面 因为只有福音的话语 才能坚立立给你 所以在这福音的流向里面 最重要的基础的 福音祝福是什么呢 就是话语的成就的祝福 会享受这一点 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如果有的话 那就是什么 难道不是应许吗 我们的人生 不完生生 有留下的是什么呢 就是神赐给我们的话语 唯独才能留下 希伯来书十一章 四章十二节里面 说什么 神的话语是活泼的 有功效的 神的话语 最终才会留下 所有的一切都会消失 但是以赛亚书里面 也有这样的内容 就是说 草壁枯干 花壁貂山 唯有耶俄华的 花壁永远立定 这话语的成就 会在我们的脚步当中 去成就 这一事实 因此 因着话语 直到你们最后 神会去负责你们 因着话语 我们要去感恩 用主的名 祝愿我和各位 形成这样的感谢 此时 我们有 圣餐礼拜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